大家好 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下 康熙保元乾隆手 什么叫康熙乾隆手呢 据考证 这一类钱并不是康熙本巢铸造的 而是乾隆时期补助的 他的性质不是其用钱 而是作为纪念币 或是赏赤之用的 因此这类钱的铸造工艺 以及文字风格 类似于乾隆时期的铸币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乾隆手 他的特征 以及他与康熙基础版的区别 大家看一下图片 图片上这一面就是康熙元局乾隆手 而这一面是康熙元局的基础版 这一面是乾隆通宝 他的主要区别 就在于背面满翁 我们来看一下 康熙乾隆手 他的满翁书写 与乾隆通宝的满翁是一样的 满翁宝字为直满宝 中间一竖是直的 大家对比一下 满翁圆 他的旗笔是平直的 而且不管是横笔 竖笔 还是弯折 他的书写都是非常规整的 完全是乾隆时期的文字风格 而康熙朝铸造的钱币 他的满翁书写是比较随意的 看起来不是那么规则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满翁特征 看满翁就可以区别 是不是康熙乾隆手了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